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新的篇章 今天就是建党一百周年 放眼未来 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没有任何反华势力可以阻止这一历史进程 在放眼未来的同时 我们不妨回顾历史 特别是关于体制的问题 在网上 从博客时代开始 作为老网民都有体会 一些名博 意见灵秀 大V 总是喜欢将一切社会问题与体制挂钩 仿佛这样才能展示他们的深度 这国怎 亏总民 我献私 定体问 现在再来这国怎 亏总民 我献私 定体问这一套 已经成了一种反讽 因为这种深刻反思 显然更适合美国 日本 欧洲 印度 任何一种体制 任何一种政治模式 是否有利一个国家的发展 必须根据本国客观实际处罚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 而西方极西大爷人们 却连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都假装不懂 年年月月苦口婆心劝中国人 消足势力 如果中国真的生搬硬套他们嘴里的优越体制 那么被削足的中国还怎么走路 连站都站不稳 这些好心人 想要看到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5月25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上 法北演讲时曾说过 特别是近代以来 在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下 一度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为了救亡图存 中国人民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模式 包括君主立宪 议会制 多党制 总统制等等 但均没有成功 最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当年 什么样的政治模式中国没尝试过 无论选择哪一种政治模式 归根结底 都是为了让中国变得独立 强大 富裕 让中国人民不再狩猎强奴役 让国家财富不再任人掠夺 让子孙后代能够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否则浑浑噩噩地混着便是了 那一百多年来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巨变 一共有三次 太平天国运动 反皇帝不反帝制 违心变法 反帝制不反皇帝 侵害革命 既反皇帝又反帝制 但共和实现之后呢 孙元南北对立 袁世凯死后 到南京政府崩溃前 中央权力就再也没有集中国 军阀割据各自为王 就像鲁迅所写的 孟里依稀慈母类 城投变换 大王旗 从晚清以来 中国知识界 思想界一直想为中国 寻求一条发展之路 知识分子们为选择哪种政治模式而终论不休 以康有维维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 为了抢救一下大清王朝 进行了一些变革 试图建立一支新式军队 建立新式教育体系 建决鸦片 发展经济 建立全国交通网 恢复对地方的控制 然而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均主力限制 目的是让中国在科技方面赶上西方 实现工业化 但保留封建体制 科学技术以中国人的智慧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1867年 同文馆就增盛了天文 算术 化学 物理 生物 冶金 机械 医学 政治 经济 万国功法等新式学科 1872年派出留美同生 还有一些人去欧洲接受科技教育 1905年废除科举 自隋代以来 历朝历代读书人想成为社会管理者 只有科举一条路 因此他们必须依附封建制度才能出人头地 当封建依附关系消失之后 他们必定会做出另一种政治选择 秦王朝在废除科举六年之后就结束了 中国也告别了封建体系 君主立宪派失去了基础 侵害革命后 中国的行政机构效率被秦王朝更加无力 袁世凯抱怨总统权力 还不如他担任支立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 各省督军表面上拥戴大总统 实际上军事和财政正在走下独立 这时的中国有总统 有参议院 有敌方议会 1912年3月11号颁布临时约法 是法国市内阁制的翻版 1912年到1927年 北洋政府的宪法和宪法草案都达六部 够民主吧 够宪政吧 结果政治上还是一团软麻 社会上一板散沙 经济上举步维艰 地方实力派还动不动搞一下护法运动 袁世凯一死 中国便进入军阀割据时代 各派系都在争夺总统大位 1923年 曹坤竞选总统 许多议员们偶尔失踪 不去北京投票 让国会无法取得法定选举人数 逼得曹坤掏钱买票 只要议员来北京投票 一人五千大洋 这就是曹坤会选的起源 而奉系晚西军法又想把议员们拉到上海 甚至计划把国会牵户 使北洋政府失去合法性 以控制政局 拿到曹坤大洋的议员 又可以到上海 再拿每月三百元补贴 聪明的议员 就让人把图章带去北京 打五折 两千五百大洋 就可以改章支持曹坤 人又不用担心被扣押 这样比较安全 五花八门小党派 推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地方议员 各个成了政治生意人 嘴里骂着曹坤 心里却希望 各个总统都要像曹坤这样出手大方 议会制 多党制 总统制 随着北伐战争胜利 变演其息鼓了 1927年 412反革命政变后 被大资产阶级 大地主阶级 外国列强选中的革命将军 唐凯深 杀得政治合作者 共产党和国民党 革命青年们 人头滚滚 建立了法西斯式的统治 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手段 也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争论 作为美国实用主义 理论加杜威的追随者 胡适呼吁实行民主 蒋介石不爱听 胡适又改为主张好人政府 缓和社会矛盾 但胡适的美式民主 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 梁树民公开警告称 若是中国 现在就开始实行民主 这个国家将进一步被削弱 恶化不安定的状况 蒋庭福则说 只有专制 才能把中国 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他的论据是 如果没有都督王朝的专制统治 就不可能有精神和物质上 结为一体的大英帝国 还有法兰西的波旁王朝 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 中国要想走向富强 必须经过这一历史过程 把各民族结为一体 胡适认为蒋庭福肤浅 思想倒退 而哈佛大学法学家 钱端生为蒋庭福辩护 他在1934年说 我不能不对 这样一种政府形式感兴趣 即这种政府组织良好 富有理想 并且是能够为民众利益考虑 哪怕这种政府 是个专制政府 陈芝白声称 我们没有时间 去考虑旧式的西方思想 我们应立即抛弃 对民主的迷信 张希若说 胡适的观点 才恰恰是幼稚肤浅的 而吴志辉 李时增等人 则主张无政府主义 看谁都不顺眼 中国知识界的大人物们 就这么怼来怼去 今天那些民国粉 却以为民国大师 都是民主派 其实并非如此 而蒋介石 谁的话都不想听 南京政府的政治模式 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大杂烩 如果说 他有什么清晰的政治目标 那就是消灭红军 将共产党赶尽杀绝 只要支持他这个目标的人 不管是北洋 救政客 还是今日势力 都可以进入南京政府 相反 一对排斥 甚至入狱暗杀 军阀时代名义上 在北伐之后结束了 但除了南京控制的 那点地盘之外 地方实力派 仍保留着军事和财政独立 而现一级政权 落到乡绅 宗族手中 经济上则有买办集团操纵 蒋介石强调革命 所谓国军 原先就叫国民革命军 反对革命是有罪的 还设立了反革命罪 但蒋介石 非但是个假革命 而且是个反革命 他的政治模式 只是为了维护 个人小集团利益 以及选中他的阶级的利益 南京十年 国民党政府的特点是 效率低下 派系淋漓 腐败横行 官员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 南京当官 上海生活 至于人民 他们是没有时间考虑的 这就是所谓的 黄金十年 1931年 为了惩治贪官 严肃纪律 才设立了监察院 由于幽任当院长 六年时间 监察院调查过的腐败案件 有69500起 但走司法程序 免职入狱的贪官 仅仅只有13人 还不如蒋介石 法外下令枪毙的人数多 于幽任几乎处理不了 任何官员 他每天就是书法画画 因为扮蒋介石的人 蒋介石这边 会过来请托说情 扮汪精卫的人 汪精卫这边也是如此 比如1934年 铁刀部长顾梦渝 涉嫌侵吞公款 于幽任想办他 汪精卫就出面干涉 蒋介石也不想 为了这种小事 得罪汪精卫 而去支持于幽任 最终不了了之 所以于幽任 干脆以佛心管理监察院 南京政府的财政预算 有80% 用在军事和长黄外债上 对农村投入不到13% 国民党如此对待农民 那么农民也会如此对待国民党 国民党还尝试过法西斯主义 1933年 希特勒掌权 1934年 蒋介石搞了三年新生活运动 这场运动 是由他的盖世太保 懒因受推动的 不过国民党 从法西斯模式上 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只是建立了 以戴笠 康泽 贺中涵 寻增等人为首的特务统治 并带到了台湾省 以上种种政治模式 都无法真正让救中国脱胎换骨 也注定失败 有人却再想回到那个时代 再想试一下哪些政治模式 装模作样的思考 是吃饱了撑的吗 自五四运动 兴起的各种思潮和反传统思想 与中国政治模式变化相伴相随 但谁能让中国人民觉醒 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只有中国共产党 这是历史的答案 也是人民的选择 国内外那些 想破坏中国复兴之路的跳梁小丑 再怎么蹦跆 也只是皮肤汉术 躺壁当车 小小环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力 几声抽气 蚂蚁圆怀夸大国 皮肤汉术 谈何意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风鸣低 多少事 从来起 天地转 光阴破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 水云怒 五周震荡 风雷击 要扫除一切海人宠 全无敌